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金刚经的降伏其心 谈到我们今天发了一本新的课本 叫波罗波罗蜜多心经 但它是宾宗法师注解的 叫心经要事 那这部经呢可以跟大家结缘 大家回去可以研究 看一下这个对于心经的解释 宾宗法师是从天台中的角度来解释这一部经 那所谓波罗波罗蜜的多心经 它叫做心就是表示它是心药 就是它是非常精华的一段 对于波罗的一个诠释 那也是一种修持的法门 那真正在谈我们的波罗智慧的经呢 有六百卷的大波罗经 但是六百卷呢一般人恐怕没有那种时间 与也没有那种程度去领受这么大布头的经 所以这个玄宗大师呢就把这其中的精华 做一个很简单的把它翻译出来 很简单的两百六十几个字 就可以把波罗的道理 乃至于它的修持法门 谈得非常的彻底 所以它等于是刚举目张的 把整个修行的体系全部统统都讲透了 那我们今天呢会再解释提 提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关心 那它来自于什么呢 因为我们前面两堂课都在讲金刚经 金刚经的主要的提问 由虚菩提问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发了菩提心的善男子善女人 当他在面对很多度众生的烦恼的时候 我发了菩提心 一定遇到很多各式各样各类的众生 那如果我没有办法降伏其心 也许是没有办法降伏自己的心 也没有办法降伏对方的心 这时候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这段关系 那么佛陀呢 在这个金刚经里面就去回答 菩萨应该如是降伏其心 降伏其心 所有的众生 不管他是哪一类别的 意思就是包括各式各样 三教九流 胎生暖身 这些种种的十二类生 我皆令入五余涅槃而灭肚之 我们有句是问说 遇到冤家都已经头痛死了 怎么样去肚他 那就是我们要谈的是 为什么佛陀要用这种方式 他才能够彻底解决我们 身边的这些所有的关系 为什么我们明明 这个人他已经让我这么的苦恼了 我还要发愿度化他 那我自己可能恐怕都已经度不动了 那怎么有那个力量去帮助他人 所以佛陀他在后面就讲了一句 他说其实我们说在度众生 其实老实讲 实相的角度是没有众生 为什么 因为众生是来自于什么 我相 是不是 我们说众生 什么叫众生 就是众生相 众多的生死 众多的生命的形态 众多的生灭 那每一个人的思想行为 或者是他的习惯都这么的不同 那我们怎么有办法 让所有的不同都变成 这个可以 可以受到我们的 所谓的这个心性上的协调 其实是不太容易的 所以呢 佛陀在讲的是一个 一个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 那个目标就是 我们要发菩提心 目标一定是要到 最有智慧 最圆满的那个层次 可是在还没有达到那个目标之前 我们会遇到什么 遇到就是 所谓的我像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这四种相来阻挠我们 所以佛陀说 如果我们被这四种相所障碍 我们其实很难完成 修菩萨型的这一个目标 我们的愿力 所以我们要解决的是 当我们没有办法发心 没有办法慈悲的对 每一个人 或者是我们对某一些众生呢 无法调伏 那主要的原因不是在 他有多可恶 主要的原因是 我们其实 不知道菩萨应该要怎么样去 提升自己的智慧 所以在 这个是上个礼拜 我们就讲到 在一体同关分里面呢 有讲到了这五种层次的智慧 那所谓的这个眼呢 其实就是一种智慧 照见的智慧 那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个世界 是透过我们的眼睛 但是事实上呢 我们真的只有透过我们的眼睛嘛 其实同时我们还透过我们的心 所以在这一体同关分里面呢 佛陀问了 虚菩提说 如来是不是具足这五种眼 我们确定如来这五种眼都有 上个礼拜很认真的点头了 但是同样的 身为跟佛陀 具有一样的佛性的我们 当我们在问自己 各位 你有没有肉眼 我们很确定有 那有没有天眼呢 他很确定的摇头 然后有没有佛眼呢 乃至于到佛眼 我们可能都会非常肯定说没有 那这样子我们怎么成佛 如果我们都不承认 我们有跟佛陀 一样的智慧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永远都只能停留在肉眼 那所以呢 在这边呢 我们就知道说 佛陀他在问这个五眼的时候 其实他也在告诉我们 我们其实也具有这样子的智慧可以用 这五种智慧 只是我们每一次都会被障碍 被什么障碍 被肉眼障碍 所以现在呢 首要之物 我们就要知道 为什么我们这么有这么多的层次 这么多不同层次的智慧可以使用的时候 我们却始终都被肉眼所障碍呢 好 所以我们说肉眼跟天眼呢 他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 从肉眼跟天眼看出来的世界 就是各式各样的我相 人相 众神相 乃至于受者相 好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原来这几个相呢 尤其又是以第一个这个我相为根本 这是整个佛法教我们如何觉悟的 最最根本上的就是要处理我们对于我相的迷思 所以不管你是对阵下要有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我们迷了 我们去解决这个困难 或者是直接把真实的 没有我相的这个真实的心 直接肯定他的价值 所以呢 我们知道 在这个我相的处理方式里面 我们就知道 如果有我相之后 我们大概就会落入这两种境界 就是凡夫肉眼的境界 处处有爱 你都看不懂 知人知面不知心 那你在判断一个人的好坏 其实不是从他的好坏 而是从我的好恶 我喜欢他 他就非常棒 那我不喜欢他的时候 他做什么都不对 所以这是因为我们 其实就是在那个障碍里面 什么样的障碍 我相的障碍 那相对来讲呢 跟肉眼比起来 我们的天眼 有些人说 哎呀 我经过修炼 或者是我具足的某一些通 通达的能力 我好像可以大概知道 你的这个心情 或者是你的未来 那这种天眼呢 其实是一个 他的心灵的层次 也比较高 有四种来源 会有这种天眼 有四种来源 第一种就是他果报 先天的果报 就具足 能够同 看得比我们多 比我们远 比如说天人 比如说鬼 他就有一些 我们看不到 他看到了 那有一些人呢 他具有这样子的能力 你问他 你怎么来 怎么会 他说我自然就会 所以那个就是果报 报通 那或者是你经过修炼 修禅定 一个层次 一个层次 四禅八定之后呢 你也会具有某一些通的能力 我们说这个叫神通 那但是呢 这个修来的通呢 如果你的我像没有具足 没有去除 还是一样 你可以某一些讯息知道 但是你还是没有办法解决烦恼 所以大概知道说 他要害你的 他要杀你的 那你可能可以避过去 这一次逃过去 但是你不能解决他的心头之恨 那下一次 卷土重来的时候 可能是更严重 所以呢 这个是修通 那没有修到 修到断烦恼 可能某一些通 他可以帮我们看得清楚 但是他却不一定可以彻底的解决问题 那第三种通呢 就更糟糕 就是有的人以不正邪术来得到这样子的神通 譬如说出卖自己的灵魂 或者是去拜这个小鬼 或者是去利用某一些妖 这个叫妖通 妖术 邪术 咒术 这叫妖通 不正 因为他心术不正 所以就像小孩子 他拿到那把枪 他如果拿来做正途 可能一把枪可以保护自己 但是如果拿来做不好的途径 来使用的话 可能就拿去抢劫 所以他可以害人 也可以保护人 那端视我们自己的心念 第四种是最彻底的 就是因为你是透过修到而成就的通 叫做道通 怎样的修到呢 就是你能够真正的欺悟自己的心 真正的从事情的整个事项的因缘果报的角度 去看透这个世间的循环 那当我们呢 没有我像人像众生像受者像 没有这些执着的时候 我们那个有色的眼睛拿掉 我们就会看事情 看得比较清楚 就看到事物的真实之相 那这样子的通呢 他已经超越 从肉眼天眼超越到什么 超越到慧眼法眼 就是我们说 超越到慧眼法眼跟佛眼 那就要看你修的是哪一种层次的道 如果修的是生文道 就启发慧眼 修的是菩萨道 就启发了法眼 修的是佛道呢 就启发了佛眼 所以这是层次上的一个差别 所以我们说 肉眼跟天眼的障碍呢 就会让我们怎样 以为自己看到的是真实 那即使你看到的不是真实 你也会为自己的行为 做很多的解释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 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奇怪的现象 明明这个人做的事情 好像大家都看得懂 可是他却能够编出一些 很奇妙的谎言 我们举一个例子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一部 这个短片叫做创意谎言 那谎言为什么可以这么有创意呢 那我们来看他是怎么掰的 看到一个逃难的现场 逃到树上 你会想到 被聚下来 一过未平一过又起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到最后 他就是要解释 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衣橱 大家看得懂吗 他说 真是incredible啊 那大家看得懂这一段吗 他为了解释他为什么出现在衣橱 那其实事实是 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可是他竟然可以掰出这么一个惊险的过程 好像在拍电影一样 所以他被追杀 然后那棵树被砍倒 砍倒之后 他就被冲到河流 然后呢又被捞到工厂 然后他就被塞在制作好的衣橱里面 所以就被打包运来这个地方 所以他只好出现在衣橱 你相信吗 太扯了对不对 可是有很多问题叫做睁眼说瞎话 那为什么他会可以编出这么离谱的谎言呢 因为他为了要保护那个我 所以人为了保护自己的时候呢 会做出很多愚痴的行为 有时候匪夷所思 那我们在为事里面就讲到 所谓的这个第七世所产生的一种我的迷思 他会带来四种 四种不良的心态 那这四种心态 他永远会伴随着我之一起存在 所以呢 第一个就是我贪 我爱的东西 我想办法 就希望他可以为我所有 他成为我的 那我就会觉得满足 得到满足 可是当他被剥夺 你得不到的时候呢 你会求不得 你得到了之后又被迫分开 会爱别离 那你得到的不如几亿 就愿正会 所以我贪会伴随着我成 就是得不到就毁灭算了 那要不然呢 就开始攻击 那为了要得到自己爱的 那为了要保护这个我 我们会愚痴 就是做很多 到最后其实反而适得其反 伤害自己的 的这种行为 乃至于我见 我的看法 我的观念 我的想法 坚实己见 那只要跟自己意见不一样的 只要反对我的 我们同从呢 就会采取一种保护措施 那我们甚至于会不惜 付出跟这个对方呢 有互相攻击冲突 对立的这种情况 来作为代价 保护我的代价 那第四个呢 叫我慢 那这四种 这四种尊严 或者是这四种 我的一个执着 其实它就是依据的 这个我之 那我们如果不了解我之 我们会以为呢 我是自然而然 每一个人都有我 怎么有可能无我 所以我们会形成一个 自己的独特性 我们从小到大 各种生命的累积 一直不断累积成一个 我的独特的特质 我的长相 是什么样子 那也不是 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我会那么胖 一定是有原因嘛 然后我会那么瘦 也是有原因 我会那么矮 我会那么高 或者是我会那么壮 这些都是有一些 先天跟后天的因素 形塑而成这个样子 我的发型 为什么会这样 那我为什么要穿 这一类型的衣服 所以这个我 就包括了色相 除了色之外 我还会用什么去认知我 就是这个心里面的感受 我是乐观的 还是我是悲观的 我是每天都很忧郁的 还是我是每天都很兴奋的 我是比较积极向上 还是我比较消退 消极内敛 所以呢 这个我的一个思想 观念精神状态 也会形成一个人的特质 所以我说我们有个性 是 我们常常呢 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因为我们有这样子 在眼镜里面讲 方气 元气 其实只是表示 形状不一样 那但是呢 只要一旦你认为 我就是这样方方正正的 我是刚正不恶行的 那我们就会遇到 跟自己很多方面都不同的 其他的形状个性 以及处事风格 甚至于生活形态 乃至于连吃的食物 都有这么多的不同 我们身边充满了 各式各样不一样的人 跟不一样的众生 所以形态有的 也都很不一样 甚至于匪夷所思 你从来都没有看过 这样子的 好那 其实不同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如此 你应该能够接受 六组谈经里面讲 色类自有道 各不相防恼 就是我们形形色色的 各自在自己的生活领域上走啊 有什么不对 是不是 你在家里面呢 其实有很多生态都共存啊 是不是 你有空去管那个蟑螂窝 他里面 他每天怎么吃他的三餐吗 因为没有空啊 他各管各的 可是为什么会彼此受不了 要把他驱离出去呢 在交集的时候 那个我跑出来 好 来告诉你说 你应该要采取行动 所以呢 诶 譬如说 如果我这个方形的容器 碰到圆形的容器 加上了 我像了之后呢 你就会开始看对方不顺眼 好 可是我贪 我爱他的时候 这个圆的 就叫做圆融 那有一天我开始讨厌他的时候呢 这个圆的就叫做圆华 是不是 你到底是爱他还是讨厌他 那就要看 他有没有顺着我的期待 有没有听我的话 所以一旦有我下来 我们跟别人这么不一样 我们就会试图有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试图改变对方 符合我 另外一种 如果你爱他比较多 那你就会试图改变自己来符合他 好 是 所以到最后呢 发现根本就无法合 就开始呢 互相的怎样 就攻击 那甚至于寻求其他的 相似的个体 所以我们说 天下大家常常就是分分合合 合了又要分 分了又觉得应该要合 所以永远都是在这个我向上 到底谁对谁错 已经模糊了焦点 而成为我爱跟我恨的一个基础 所以我们到最后呢 说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降伏其心 其实源自于什么 就是我们的这个我的执着 我们没有把他慢慢的去看清楚他 所以佛陀他给我们一个方法 他说观世音菩萨 他为什么能够广度一切众生 在《心经》里面讲 因为他有般若波罗蜜 是不是 他有大智慧 他有这样子深刻的宽广的智慧 那他怎么去看待这些众生呢 他用这一句话来看待这个世界 叫做照见五蕴皆空 他怎么样去看待我这件事情呢 他用五蕴皆空的方式来观察自己 这个我是什么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发的课本 83页 83页这边呢 介绍了所谓的五蕴 五蕴 五蕴包括色受想行事 所谓的蕴就是集 集集 他讲了两个字 一个叫做集累集 一个叫做集集合 聚集 所以呢这个五蕴呢 在83页呢 我们看到了他解释 所谓的五蕴 就是这五个元素 这五种元素 集合起来形成了一个 我的概念 我的概念 那其实我们简单来说 其实他就是分成色跟心 两大类 那物质跟什么 精神 这两大领域 那我们 我们对于这个我的认识 如果没有透达 没有照见 没有照见 照就是去观察 去观照 甚至于去探究 我们什么时候会要用 用到照 就是这个地方看不太清楚 我们就拿灯照一下 是不是 我们会拿手电筒照一下 这个地方黑黑的 我们会照一下 所以照有一个特别去探究的 去探究 甚至于去观察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照见呢 他要照见什么 他要见到五蕴的真实 他是接空 五蕴接空 就是色也空 受也空 想也空 行也空 事也空 好 那但是问题是这个空 在八十一页 往前翻一页 他就告诉我们说 这个空不是呆呆的空 不是玩空 这个空呢 是空性的空 所以我们在讲说 那什么就是空性的空呢 好 那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 好 那因为这个文字呢 看来看去也就是文字 解释完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深刻的理解 所以我们先回到这个心经的原文 他这个照见五蕴接空 接下来会怎样 对 你如果能够做到照见五蕴接空 哎 接下来有什么好处 好 叫度一切苦恶 好 度一切苦恶 那我们现在回来看看现在的处境 你有没有感觉到偶尔会有苦 好 有时候呢 会有这个恶 恶难 就是有一些考验 有一些艰难的处境 不管是跟人 还是做事 还是在这个现在的这个整个大环境里面 好 甚至于呢 你开个车过来 交通的状况 天气气候 最近这个阴晴不定 甚至有暴雨 好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有一些问题会让你感觉不是那么顺 不是那么顺意 不是那么顺意 那如果有苦 苦是被逼迫嘛 如果有恶 恶就是障碍 如果又逼迫又障碍 那么表示 我们现在身陷其中 没有度过 没有度过 没有超越它 好 所以困住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啊 那可能前面那一句 没有做好 因为如果我们做到了 五云 照见五云皆空 我们一定可以度一切苦恶 可是我们现在情况是困在苦恶之中 那么我们就回头找到离苦的方法 要离开这个苦恶 就要把照见五云皆空这五件事情呢 能够做好 否则我们就会陷入的一个 看不清楚这个世界的一个迷惘 可是现在问题来了 我们大部分学习佛法 学久了大概朗朗上口 心经多多少少都会背 那即使不会背 全部第一句 通常都背得很熟 所以我们大概就会知道 有空啊 有空 有空的这个概念 我们会知道 哎呀 五云应该要空 都知道 可是 当我们带着这样的观念出去 面对很多的人事物的时候 你还是会控制不住 你还是觉得 哎呀 我做不到 知道又做不到 那这时候呢 就会出现了一个这样子的情境 这个人 他要来买手机 所以他就 说我要来买手机 我要来买手机 可是我们知道 现在这个时代 那个行销手法很强 对不对 很厉害 他无所不用其极的来帮你 帮你完成买手机这件事情 而且你可能还会买了其他东西 所以我们在这里 这个过程呢 我们就要一直提起决心 从头到尾都要一直记得 我要来买手机 先生买手机啊 先生会信啊 那对了 今天是临时中庆会在门杆上 对待什么 临时中庆会 临时中庆会有优惠的 好 你看 今天呢 是什么 临时中庆会的纪念日 因为他姓林 所以呢 来买手机 只要是姓林的 都有优惠 那我们 我们都知道这是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假的 你如果姓黄会不会有手机 会不会有优惠 有 你如果是姓张 有没有优惠 也是有 就是要看你是姓什么 好 那如果呢 你没有姓张 没有姓黄 没有姓林 你的太太刚好也有姓黄 姓林 姓张 可能他就会说 那个夫妻 这个二等亲里面也是可以 那如果都没有这些呢 你是一个外国人 我们就说 我们今天对外国人特别的优惠 那如果你是一个女士 就是啊 今天呢 这妇女 妇女特别打折 反正呢 只要能够让你产生 一个被尊重的 独特的一种 这个被尊重的一种 独特的感受 你就可能可以成功的行销 那这个人 就马上就感觉到 好像有受到尊重 他就被拉进去了 又被拉进去了 林先生 欢迎光临 一来 马上就 哇 我是买来手机的 对对对 这么多人来服务 全部的人都进来了 你好 你好 我是香港的 你好 我是九楼 你好 我是新界的 你好 我是奥本哥 你好 我是五上 哦 哦 他要楼 谢谢老板 你看他一直提醒自己 我是来买手机的 这部手机 有最新的签出声音 例如 你用新上网和卫星定位 拍照功能 使他把我们亲自的再次进口 不知道您线上 有没有完整的情况 如果你不介意 可以拍拍我 所以你看他的手机 拍截身更可爱 很美 哇 吓一跳 然后他就完全都快要 快要不能控制 我是来买手机的 谢谢您3888 是他林先生说 10分钟 谢谢您先生 我的员工号码1438 下次光不及的找我 我记得你这单子 一分钟成交 我来买手机的 是不是 他从头到尾 他都知道 我要来买手机 可是呢 他在这个买手机的过程 他受到很多很多干扰 那如果 如果他要来修 照见五蕴皆空 他要破哪一个运 他就可以过关 他就可以很冷静的 去选择他要的手机 而不会因为 他的观念是这样 可是他很容易 就被某一些情境 拉着走 那我们就知道说 其实我们大部分 会迷失在这五种层次上 那这五种层次呢 就形成了一个 我的概念 我为什么会这么执着 这么坚持 我一定要照顾自己 通常我们就是 要照顾色 受 想 行 是 我们的 身体 我们的 对于物质的迷恋 这是第一个困难 所以佛陀真的是 大智慧的人 他知道 他知道 他这个 他知道我们大部分 每次都是 被迷在什么 这个色法上 这色法 所以色摆在第一个 我们有没有迷失 有啊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 大概我们都会喜欢看到好的 我们喜欢听到好听的 所以这个色不只包括色相 还有包括声音 色身香味处法六成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身体 我们也会照顾我们的身体 色 我们的色身 那色身呢 又包括眼睛 耳朵 鼻 舌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 啊 原来呢 这个色是一种障碍 是一种障碍 什么障碍 就是当我们看不透他的时候 我们会形成一种错觉 形成一种错觉 所以我们会花很多时间照 在照顾它 我们回去算一下 24小时里面 我们花多少时间在照顾色法 差不多 要照顾我们的身体 每天三餐 睡觉 洗澡 打理自己的身体 美容 美法 是不是 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 吃药 健身 乃至于呢 做运动 那 这个就是 我们要满足我们的色身 存在的需求 除了这个时间之外呢 我们要照顾我们的房子 车子 是所有的 这个使用的物品 我们要把它摆得整整齐齐 要擦得一丝不够 要把它用到 尽善尽美 我们才会觉得 嗯 这个好用 那我们就照顾这个外面的东西 然后要听一个好音乐 就是要好声音 乃至于呢 我们要吃到好吃的 是不是 味 味道要对 调味 所以还要去上课 学习 一直不断的去试各式各样的 好 味道 然后满足这个味的感觉 好 那至于呢 我们要让自己这个身体呢 有一种香味 所以现在流行很多的 那个芳香 芳香疗法 所以甚至于这个环境呢 要改变气氛 就要弄一些精油 然后放一些布置 噴一些香水 所以这些色身香味处法 充满在我们的身边 所以我们就会像刚才 那个买手机的人 我一直提醒自己 五蕴接口 五蕴接口 可是事实上 这个色都不空 这没有办法真正的空 那我们就会迷失在 那个假象上 迷失在假象 那这些色法呢 其实它是一个假象 我们不知道它是假象的时候 我们就会追逐错误的对象 这对象追逐错误的时候呢 你会认错 你的爱人 你爱的对象呢 就会到最后会带给你很多的苦恼 那这是一个非常摇滚的演唱会 非常成功 所有的粉丝呢 所有的粉丝呢 疯狂的追星 哎呀 这是披头散发的四个 所以呢 大家就在这个明星休息室外面呢 就正在热切的等待他们出去跟大家会面 但没想到呢 卸妆之后呢 头发一脱 发现原来他们的摇滚的内在呢 是老头子老婆婆 老头子老婆婆也可以很摇滚 是不是 他们也可以这么的热烈 但是当他们走出会场的时候 外面疯狂等待的粉丝 我们期待的并不是他们 所以所有的人都以为主角没出来 还在等 那事实上呢 哎 这四位啊 其实是真正的很摇滚的主角 那你看我们 我们的期待常有落差的时候 就会开始产生苦恼 我期待 在那个光鲜的外表下 在那个摇滚的外表下 应该是一个我期待的形象 可是他却没有 不如己意 没有这样子 那难道老人家不能摇滚吗 也是可以 只是跟你的期待不同 那老有什么过失 老并没有什么过失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 在面对所有的东西老坏的时候 你就会没有办法接受 当你觉得 你的家 或者是你所拥有的东西坏掉 你心里面会有所惋惜 或者是有所难过的时候呢 表示我们对于这个设法的 实在的样子 并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接受它 所以这一切的有违法 它有什么特质 它的特质就是有形的皆归坏 它会在沉住坏空的循环中呢 诶 它有一天 终有一天 它会有一只这种 无常败坏 一瞬间 这个一瞬间如果发生的不是 不是你在能够接受的情况下 譬如说不可预期 不可预期 那或者是呢 被强迫 是没有经过协议的情况之下 你必须要去接受这样的无常的时候 而且突然之间不可预期的 它突然发生 你接受的 你承受的那个震惊跟恐惧 一定是 比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况 上千万倍的不能接受它 可是在这个世界上 凡是有形有相的东西 它都会有这样子的威胁 这种被无常威胁的 同样的这种机会 可是我们为什么会感受到一种害怕 跟被逼迫的感觉 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无常 所以回过头来看呢 是我们的内在呢 我们的心里面根深蒂固的认为 事情应该要永恒 美好应该要持续 所以这是一个 对于色法的了解并没有透彻 我们不知道 这些所有的有形 它都是空性的 那空性呢 其实是表示它是不定 是无常 是生灭 不表示它一开始就是通通没有 那也不表示呢 它没有具有 这个独特的一种特质 所以我们说 有形皆归坏啊 那回头 回到自己的家去看看 如果今天 突然之间无常来了 你会先带什么东西走 那先带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就是你最爱的东西 好 那么那个东西难道不会坏吗 我们可能会想说 我当然第一个先带自己走 我要先跑出去 这是第一个 所以我们最爱自己的身体 第二个呢 也会赶快先带我们最爱的家人 赶快赶快 大家一起出去 抱着孩子 赶快出去 所以我们会爱我跟我的朋友 我的家人 然后第三个呢 如果行有余力呢 你还会带一下家里面的金库 家里面有价值的东西 你就是后面再开始再去考虑 这所谓的身外之物 但是这些都是跟我有关系的 难道我们这样子带走 把它带到安全的地方 它就真的可以被我们带走吗 有时候不尽然 所以我们会产生了 对于生老病死 对于无常的一种恐惧跟害怕 没有人会很希望说 啊赶快 全部世界赶快毁灭 所以表示我们共同在面临 这样子错误的认知 所以不能够接受它 所以当我们有一天呢 要去送别的时候 通常都会是一个 比较悲哀的神 悲哀的一个情境 这一段是从 日本的电影 叫送行者 揭露的 他们在送别一个人 这个人是早堂的老板娘 所有相关的人员 他的孩子 那是他的朋友 他的顾客 比较好 比较亲的 这些人呢 都来送他最后一眼 来送他最后一城 那其中呢 有一个很特别的人 就是这个戴着帽子的这一位 这一位呢 是火葬场的负责 把这个棺木呢 送到火葬场里面 去按钮来主持火葬的这个人 没想到呢 他送了这么多人 却在这一次送了他的爱人 这是他的爱人 现在躺在棺木里面 要让他最后来主持这一场送别 所以他来跟他送别 他是他这一生中 这个女主人 这一生中最后被看见的 这个就是这一位男士 的最后一眼 他跟他说什么呢 他说尊重再见 真的能够尊重再见吗 其实我们也不能够保证 再见的时候 能不能够认得出来 那很多人会觉得 死了就是没有了 所以也不一定会再见 那电影到这一段呢 特别凸显的这个声音 这声音是什么声音 就是棺木的滚轮 进入那个整个火葬的区域 那个轨道的声音 他为什么要放那么大声 因为他在凸显 当我们人在走到最后一层的时候 那个叫做孤独的 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 佛陀他在三千年前就讲 所有的长节的轮回 所有的人 不管你拥有多少 多少的清权 多少的朋友 人面多广 到最后都是独生独死 独去独来 没有一个人能够例外 说我们一起死 即使像马行这样 整个一起掉下来 你还是一样孤独的死去 孤独的来到这个世界 所以这位男士呢 他就刚好在回溯 在回想 哎呀 人好像要走的时候 会有点预感 所以呢 他们共度耶诞节的时候啊 竟然变成他们最后一次的谈话 最后一次的聚会 他在回想 回溯到来这个过程的时候呢 这个澡堂老板娘的儿子啊 他因为舍不得 就说要来看看他母亲最后被火化的情况 所以他们在交谈的时候呢 其实是对往生的人有一份思念 那这个守门员呢 他总结的他在这一生 在这个地方 送了这么多人 他觉得死亡 是通往另外一个世界的一个通道 一个过程 那他刚好担任这个看门者 所以他这守门员 看了这么多的人的走 他觉得对于死亡 有另外一种看法 讲完这番话就要 在一个按钮之后呢 在一个按钮之后呢 所有的这一切 一切游行啊 就迅速的化为灰烬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他的孩子 就是把所有的情绪全部都变成三个字啊 就是对不起 所以其实每一个人在面对这种生离死别 我们难免都会落入一种感伤 所以佛陀他说 其实我们如果会落入这种感伤 这种苦 就是我们没有看清楚无常的发生 它是必然 而且它是事情 它本来就是在这个生灭的状况 如果没有无常 我们不会来 如果没有无常 我们也不会走 那所以呢 如果我们没有看清楚 所有一切的有形 这些有形有相的色法 它是空性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困在这种无常的悲伤里面 我不知道 到底生从何来失望何去 所以陷入的这种苦呢 我们就要来好好的看看 那这样子的一个生灭的现象 它什么时候开始发生 可能从一开始 它就一直不断不断的 在一瞬间它就发生了 所以这个一瞬间发生呢 是不知不觉 所以等到我们突然有意识的时候 惊觉自己已经老去了 所以这个画面中的这一位 他什么时候变老的呢 奇怪 在这短短的数秒内 怎么可以从一个小朋友 然后突然之间就变成老人 那我们是怎么变老的呢 我们其实也是在那一叉那一叉那间 今天比昨天老一天 现在比昨天老一分钟 乃至于我们开始上课到现在 我们已经老了一个小时 我们却不知道 我们已经灭了 灭了什么 灭了某一些身上的细胞 但是有某一些细胞 它有生 但是在这个生命的过程中 我们逐渐的老去 我们却没有办法去改变它 好 可是当我们迷失在 人是不会老 人不想老 所以今天 师父经过那个高雄的那个博爱路 发现多了好几间那个医美中心 上面呢就有那个看板 写大大的两个字叫做动灵 就是大家期待 希望把自己的年龄冷冻 结冻起来 动灵 那进出的是老人还是年轻人啊 哎呀不好意思 进出的一定是老人 那老人家才想要动灵 年轻人他的灵就已经很年轻了 他不需要去动 所以呢我们就会发现说 我们可能花很多时间 一直想要让自己的生命 可以不要这么快的流逝 但是等到我们 惊觉醒过来的时候呢 他可能已经 大半辈子就过去了 一晃眼就过去了 所以就会像这个影片里面 这是在讲我们的生命快到 才刚刚刚阿丸就已经步入中年了 然后呢身体开始衰败 牙齿 腿了 最后会到哪里去呢 就一瞬间就到了棺材 所以我们常常很感叹 这个生命真是何其短暂 可是当我们感叹的时候 他又过了三秒钟 所以我们不要把时间花在感叹 或者是花在 一直不断的希望 期待他能够长一点 想要挽留他 或者是一直不断的 一直活在一种疑问中 既然有疑问 既然觉得这是无常 那我们来不及感叹 我们也来不及去问 为什么 为什么 人为什么要这么可怜 那我们问了这么多 无语问常天的结果 只是在浪费时间 所以我们就回过头来去看看 那佛陀怎么看待这个世界 所以佛陀他为什么能够不生又不灭呢 他为什么能够跳出这样子的轮回 而得到一个真实永恒的生命 所以我们会发现 色身是无常 所有的色相是无常 可是呢 我们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珍藏 就是始终都不会坏的那个 他是不是值得我们 请进我们的所有的力量 乃至于请进我们的生命的 所有的片段 去追求他 乃至于去了解他 所以这一部分呢 他讲 当我们能够照见五蕴皆空 第一件事情 不但是度一些苦儿 而且还能够无有恐怖 远离颠牢梦想 最后还能够就进涅槃 那涅槃到底是一个什么境界 到底是一个什么层次 到底是一个什么心境 那么这就值得我们 好好的去探究 去学习 所以这个是一个问号啊 但是如果我们来学习佛法 应该这个问号可以得以解释 可以得以解开 好那接下来呢 除了这个对色身的一种 无常的一种体会 好那至于这种虚妄的一种体会 那我们 不再执着了这个色身了之后 可能还会有另外一种执着 所以佛陀在另外四运 又以受想行事 来表达我们对于精神 对于心念上的执着 大概可以分成这四类 那第一个呢 首当其冲的就是感觉 我们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感受 好所以在83页呢 我们看到受的定义叫做领纳 领纳就是我接受 我领受我承受 我不但是接受 而且我把它放到心里 叫做那 收进来 叫做那 那什么东西会放在心里呢 其实大概就是好的感觉 我们会感觉到快乐 那不好的感觉 我们会觉得怎样痛苦 是不是 不如意呢 我们大概就会觉得呢 心里面呢 就有一种烦闷 那如果呢如意呢 也会觉得 好像这个万事 都称心如意的时候 就很舒畅 所以不管是舒畅也好 烦闷也好 痛苦也好 快乐也好 它都是一种瘦的一种特质 好那什么叫瘦呢 瘦我们讲就感受 或者是感觉 或者是情绪 或者是呢 我们的各式各样的 喜怒哀乐爱物欲 这一些种种的 所谓七情六欲的变化 但是为什么佛陀 他接下来要告诉我们 瘦几是空呢 这个瘦难道是真实 是这么的不真实吗 那为什么瘦是虚妄呢 为什么瘦是没有呢 为什么瘦是空呢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 就是那我们反过来 我们觉得 真的觉得快乐是真实的吗 什么才是真实的快乐 所以呢 这边呢 我们提供了一个 科学家的一个实验 他是脑神经的科学家 所以呢 他研究这个大脑 他说我们的大脑里面呢 有一个区域 好 有一个区域在我们还没接受 还没有感受到 那个情境的时候 他会帮我们预测 他会帮我们猜测 模拟一下那个场景 所以呢 这个区域呢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我们其实吃冰淇淋 都吃什么口味 好 有人吃巧克力 有人吃香草 有人吃 啊 那个 呃 那个什么 哎 草莓呀 那大概这个 你听到那个草莓 大概知道那个是什么味道 好 你听到香草带什么味道 可是你为什么 为什么会没有吃过一个叫 牛肝加葱的口味呢 因为你光是想就知道 有够恶心的 是不是 你根本就不用去试吃 你就可以想象 那有多难吃 所以从来没有人去 试图去制造这种 好 那但是也是有人 啊 所以最近还有一些什么 奇怪的糖果 什么 哎 饿吐的口味 所以 那个是整人用的 所以并不是给你带来快乐的 用的 所以我们说 哎 我们大脑会 大概自己会去预测一些 所谓好的情境 跟不好的情境 那我们事实上呢 是常常会 被这个大脑的这个功能 误导 好 因为我们会预测 我如果得到了那一个东西 我很想要的东西 我会快乐 是不是 好 所以呢 他接下来就开始来谈 这个快乐是可以假造 可以捏造 好 就在于 我们的这个大脑的这个机制 它有可能会 让我们开始有一些 判断 那你 譬如说你可以模拟一下 有两种情境 左边这个情境 是得到了 三亿一千四百万的大乐透 哇 开玩笑 这是不是令人羡慕 太棒了 右边这个是变成下半身瘫痪 你想想看 如果你要预测一下 你觉得哪一边比较快乐 开玩笑一定是中乐透 怎么会有人下半身瘫痪 会很快乐 不可能 所以他说 是啊 我们大部分的人 马上就会有这样直觉 根本不用想 但是 事实上 这两组人的数据 好 我们会期待 就是 应该是 左边这个快乐的不得了 快乐指数非常高 右边这个一定是很痛苦 可是事实上不是 事实上是这样 好 事实上是同等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这个实验 他在测量他们快乐与否 是在他们中奖 或者是瘫痪后一年 好 一年后才去问他们 那那个时候发现 诶 他们都已经过去了 好 事实上 失去双脚的一年 跟得乐透的一年之后 他们是 一样的快乐 那给我们什么样子的感受呢 给我们什么样子的思考 这个思考就是 他现在要讲 我们有个比较之后 看着 有点大感受 再说 我们叫做 我们叫做 影响 的 是 那是 为了 是 很难的 给人的 影响 给你 作为 作为 成功能 are more different than in fact they really are from field studies to laboratory studies we see that winning or losing an election gaining or losing a romantic partner getting or not getting a promotion passing or not passing a college test on and on have far less impact less intensity and much less duration that people expect them to have 好 所以这个简单来说 他说 其实我们常常会想说 我如果得到什么 我心满意足 我如果买了那栋房子 我已经从此过上 幸福快乐的生活 我如果退休之后 我会怎么样 我如果没有这个工作 我会多么没有压力 我如果不要 就是我如果跟这个人在一起 我会多么的快乐 我如果种了什么 我们会怎么样 我们会预测 可是事实上呢 实际上的实验 他找了非常多的数据 发现那样的确是会有快乐 但是比你想象中的 还要来的短暂 所以他说像刚才 这个下半身瘫痪 你会想象那有多痛苦 如果是我的话 我一定不能接受 可是发现一年后 他们也恢复正常 那一样可以感觉到快乐 所以痛苦 你只要在那个痛苦的 一瞬间不要 忍住不要做出 跳下去的举动 你就会熬过去 都会过去 那同样的快乐 他也会怎样 过去 所以快乐与痛苦 只要他的来源 是无常的 他即使在当下 这么的真实 他还是虚妄 所以为什么 因为我们得到刺激的来源 看了一场电影 好快乐 可是当这个快乐的 刺激没有了之后 你在出电影院 看到那个仇家 你一样还是很痛苦 可是你看到那个仇家 很痛苦 你转身看到你的爱人 你又好多了 所以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 感受的变化中 我们会发现 原来受是一种虚妄的 它有虚妄的特质 它不持久 所以他说 其实我们的大脑里面 也会影响我们的判断 也会有这种偏见 会影响我们的判断 它说因为这快乐可以假造 可以人造 他举了一个例子 怎么样人造 做了一个实验 好 这个实验呢 就是他找了 Money的 Money的六张图 然后让受试者呢 从第一张最 第一张牌到 第六张 就是最喜欢到最不喜欢 那通常我们说 这个名家 当然每一张都最喜欢 可是 譬如说你去看了Money的展 有人就会在 记者在门口说 你最喜欢哪一张 你就会 大概可以说 我最喜欢哪一张 那总是 还是可以挑得出 最喜欢 还有最不喜欢 可是中间呢 次喜欢 第三喜欢 第四喜欢 跟第五喜欢 其实还蛮模糊的 那现在呢 他就是让大家 通通都排出来之后 排出来之后 就给大家一个机会 说你现在太棒了 你得到了一个奖 就是在第三 第三跟第四顺位中 你可以选一张 你喜欢的 这时候你会选 第三张还是第四张 其实第三张跟第四张 都差不多 但是当你要选的时候 你会选第几张 还是选择三嘛 三还是跟四比起来 好像喜欢一点点 这很难选 因为它是普通的嘛 所以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在把这六张 就是这六张图呢 再请这个受试者 再从他最喜欢到最不喜欢 再排一次的时候 发现有一个状况 大部分的人 他都会怎样 把他原来选的那一张 名字往前还是往后 会往前 为什么 然后你没有选的那一张 会怎样 好 你看 选 你选上那一张 名字往前了 没有选的那一张 名字往后了 好 所以呢 我们就会发现 为什么要这样 好 原来我们常常说 爱你所选择 然后会怎样 选择你所爱的 所以当我们选到 这是我的之后 我们就会越看越顺眼 然后我们的那个我相呢 那个机制会 自然而然的自我教育说 还好你没有选到那一张 因为那一张没有那么好看 你看他已经退到第五 第五名了 所以很自然的 我们就会 会告诉 会有这种倾向 是不是 他说你看 还好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因为呢 实在太棒了 这个就是 我的选择你看 就是第二名 然后呢 还好 还好 没有选到那一张 因为真的不好看 是不是 所以呢 这其实是 这个其实是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是 我们可能会 啊 你看 别人的孩子 别人的孩子 再怎么样 奇怪 我还是觉得 我的孩子最乖 哎 别人的事情 他再怎么优秀 嗯 还是不如我的 所以我们慢慢 慢慢 那个我相 会影响 我们的感受 我们的感受 那 这个实验者呢 很有意思 他又去找 找那个 有失忆症的人 他找失忆症的人 来看看 我们是不是 被我们自己的意识 控制 被我们意识 控制 被我们意识 控制 OK they remember their childhood but if you walk in and introduce yourself and then leave the room when you come back they don't know who you are we took our monté prince to the hospital and we asked these patients to rank them from the one they like the most to the one they like the least we then gave them the choice between number Number three and number four Like everybody else they said Gee thanks doc, that's great I can use a new print, I'll take number three We explained we would have number three mailed to them We gathered up our materials And we went out of the room and counted to a half hour Back into the room We say hi, we're back The patients blessed them, say Oh doc, I'm sorry I got a memory problem, so I'm here If I've met you before, I don't remember 好,所以呢 你看,這些病人 全部都忘記說 剛才你們有來找過我 所以他現在在帶著 這些話回來,這些病人 記不記得他曾經擁有過 其中一張,他就完全忘記 完全忘記說他到底擁有哪一張 所以呢,這樣子 來問他們 應該會比較客觀 因為他不會被我見控制 好,所以 好,你看 那大家覺得呢 他的 他的最後 他的順序 有沒有 有什麼樣的情況 會不會被影響 會不會被他 選擇他愛的那一張影響 應該好像不會,是不是 因為他不知道他選哪一張 應該是這樣子 然後他們要確定 他是不是記得 真的記得 還是不記得 他擁有哪一張 所以先做一下簡單的測試 結果發現他們的亂猜 所以他們根本就不知道 他們有哪一張 好,那結果是 就是正常的 正常的 一般剛才的那個實驗 正常的人 就是他在第三張圖 第三張圖 他在第二次在選擇的時候 他的喜歡的指數會提高 好,喜歡的指數 然後呢 沒有選到的那一張 他不喜歡的指數會提高 所以他就越來越 越看越討厭 那 這個在 這什麼 我們的預期中 覺得應該是 那個病人 應該是不會這樣子 可是做出來的結果 做出來的結果 欸 發現喔 做出來的結果 這個記憶缺失者 他也跟正常的人一樣 而且甚至於更喜歡 好,更喜歡 就是他把第三張 欸,很自然的 又把他排到第二張去了 然後呢 第四張的呢 把他排到第五張 就是更不喜歡 欸,怎麼會這樣呢 然後我們就會發現說 原來喔 那個所謂的依據 我的喜好 我的愛好 的那個我啊 他不只是在意識的層面 你記得或不記得 但是當你曾經愛到 這時候他已經內化到哪裡 還有在影響著什麼 影響著我們的什麼 第幾事 第八事 我們的記憶 我們的潜意識 所以 第七事的這個我指 他根深蒂固 不但是改變我們的思考模式 而且他還改變著我們的 整個記憶跟傾向 所以有人說 欸,即使他已經忘記了 他還會留有那種傾向 那我們說那個傾向呢 其實就是 欸,有些人 奇怪你看得很投緣 有些人你看得就很不順眼 你也說不出來他做錯什麼事 就是怎麼看怎麼不順眼 那是什麼 那是你跟他之間的那個 印象 記憶種子在作祟 好,我們說那叫做種子 好,種子 現行 叫做習性 那種子如果出來 控制了你的思考跟判斷 讓你不能做主 那個叫做業力 好,所以有些時候呢 我們說冤家 這個路窄 見到冤家 整把火都控制不住 你的情緒一來 你就失控 所以不管你是有理性的 還是沒有理性的 你只要這個感受強烈到 控制你的判斷 控制你的行為 那我們就已經變成感受的努力 好,但是事實上 這感受 這個感覺是真的還假的 它其實是假的 好,它其實只是暫時的 好,所以它既然是虛妄 我們卻沒有把它當成是假的 把它當真的 那是不是就會 勢必到最後 會為自己做出錯誤的選擇 好,會產生很多的偏見 乃至於到最後呢 這個受呢 就會讓我們受苦 所以佛陀想說 我們要去觀察 這個感受的虛妄 它是假的 它是人造的 人造的就是 我們所有的快樂的來源 如果來自於不穩定的 譬如說色身相味觸法 外在的環境 某個人 某個事 某個物 天氣 或者是呢 整個社會的環境 或者是你現在擁有什麼 來決定我們的感受 這個快樂 那麼這個快樂是虛妄的 它很快的就會 帶來更多的空虛 所以你不能夠期待 它是永恆 所以你還是會有感受到 這樣子的快樂啊 還是有啊 還是會高興 還是會喜 還是會有喜怒哀樂的 種種的反應 但是你要能夠知道說 這個都是暫時的 那麼當我們有這樣子的 暫時的一個觀念的時候呢 欸我們就比較不容易被它牽制 所以快樂會有 但是它不持久 痛苦會有 它也不持久 所以你就很能夠自在的度過 可是當我們能夠啊 看到它是空的時候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定位 我們自己的 的什麼 我們自己的觀念應該定位在哪裡 所以不住在感受 那也不住在色相 那我的心到底要住在哪裡 是不是 那我們能不能夠知道 不受到受的影響的 這一個真心 所以我們欸 佛教心理學一直在談 真的跟假的 那什麼是我們的真心 就是在金剛經裡面講到 欸我們的什麼 我們的這個菩提心啊 那也就是我們本具的般若智慧 那當我們能夠啊知道 不受到這個受想形式 這種虚妄的假象 所擺佈的時候 我們剩下什麼 我們不再受惑 肉眼的障礙拿掉 天眼的我像拿掉 看透它原來是虚假的 欸我們的智慧 我們的慧眼法眼佛眼 欸它就會從這個 好我們原來的這種束縛中 它就會開始欸發揮功能 好所以很簡單 當我們很理性很平靜的時候 我們為什麼能夠 臨危不亂 好因為當我遇到的危險 我還能夠冷靜思考 其實每一個人都能夠 好把這個危難呢 處理的非常好 除非我們失去自亂正角 失去方針 我們亂了之後 有好方法你也想不出來 好甚至於我們被激怒了之後 我們會講出很多自害害人的言行 所以欸其實到最後呢 我們發現原來喔 來自於我們對於自己的不能肯定 我們才會被這些一時的情緒 或一時的這個外在的一個現象 困惑 會困擾 所以欸觀世音菩薩說要照見 就是你要觀照 而且要觀察 好那不但是觀察 還要常常要自我去 好不斷的去借鏡戀心 那借鏡戀心的過程呢 要照見五韻皆空 就度一切苦惡 那沒有辦法怎麼辦 有些人說 哎呀我明明知道我就是做不到 所以這時候就要文思修 就要堅 要要一直不斷的呢 念知在知 念佛念法念身 所以欸把心境背起來 我們每天就念念念念 念了照見五韻皆空 照見五韻皆空 就像剛才那個人 我是來買手機 我是來買手機的 因為如果快樂會影響 我只會影響我們的內在 同樣的我們來熏修佛法 好雖然現在好像一時之間轉不過來 可是我們會耳濡目染 所以我們的那個力量呢會內化 好所以從剛才我們說 欸這個實驗裡面呢 他講到 好那個即使你是有心有意識的選擇 或者是你已經失去記憶 那個選擇都會影響著你的判斷 那同樣的我們只要置身在一個良善的環境 或者是一個熏陶的環境 那我們聽聞佛法 他是身心一起受到熏陶 而不是只有頭腦受到熏陶 所以當我們觀念改變了整個身口意 甚至於我們內在的那個思維的模式跟邏輯 欸他會自然而然呢 他就會開始有一個轉化 好那那只是說他需要潜移默化 那量化量變會造成質變 所以你只要聽的夠多泡的夠久 他自然而然就會養成一種 好非常就是很很這個好 非常堅固的一個內在的力量 所以我們說般若智慧 如果你能夠修煉 你會越練越如金剛一般的 好無堅不摧 好那所有的困難跟障礙 就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那麼的難 所以同樣的我們會有一個想像 好那那個想像呢 欸可能有時候呢 想像那個困難或想像那個人 好或想像那個情緒 有時候呢也會把它過度的誇大 困難其實沒有那麼困難 自己也沒有那麼軟弱 好那只是有時候我們會被困在這個想像中 好所以事實上呢 佛陀他講造成五蕴皆空 就是要告訴我們 既然這個色受想行事是虛妄的 那他就不堪一擊 我們不但可以不用這麼受到他的牽制 我們還可以用什麼 唯有般若之志的這種智慧 可以讓我們一關又一關的度過 所以這個就是從外在的智慧 好外在的快樂 回歸到我們內在的本具的智慧 本具的快樂 這是真實的快樂 好那所以呢 才會有後面 這段是我們下禮拜要看的內容 就是我們說 在一個寺院的環境 明明我們先看一個開頭 明明我們要看的這一段 就是永平寺 明明他就是一個非常非常惡劣的環境 可是一旦呢 你對於感受 對於苦跟樂的認知改變 好你會有另外一種啟發跟體會 所以孔子有一個弟子叫做炎回 他說一單四一飄飲 居露相 人不堪其擁 回也不敢其樂 為什麼 因為我們在困苦的環境中 你只要不認為他是苦 他其實沒有那麼苦 我們只是想像他很苦 好 這個永平寺呢 我們下禮拜會看 我們開個頭 那創辦者叫做道遠老和尚 那他本來出生在貴族家庭 結果他偷跑去出家 那當時社會環境呢 就是佛教很興盛 但是也有很多的爭鬥 有很多的競爭 那這跟現在也很像 所以有時候呢 會涉入了政治議題 所以他發現 所以他發現 我們一定要怎樣 把這個修行 佛法純粹化 那他是禅宗 曹洞中的祖師 傳人 所以呢 他就跑到最遙遠的北邊 最遙遠的北邊 建立了這個永平寺 山裡面 所以寺院很多 75座 75座 33甲 那最北邊有什麼問題呢 好 好 就是 嚴寒嘛 所以零下30度 好 是平常的溫度 然後在零下30度的 這種天氣 溫度 沒有暖氣的情況之下 早上4點半就要起床 這件事情 就變成一個嚴厲的考驗 那為什麼這個出家師傅呢 他會 願意過這樣子 凡人呢 都覺得無法忍受的 生活 通常這種天氣 大家都躲在哪裡 被窩 但是他並沒有躲在被窩 而且呢 好 你看他們穿的也不多 好 也沒有把這個整個身體都包起來 好 而且我們等一下看到他們在洗 洗臉的時候啊 好我們注意看一下 這些師傅的頭 通常這種零下的溫度 水龍頭都動 已經解凍了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師傅的頭 正在做什麼 冒煙 這冒煙 好 我們採訪人員 也被這些雲水森洗臉 光是冒煙這件事情 就可以讓人覺得 肃然起敬 好 好 每一個動作都非常非常的節省 好 不能浪費一滴的水 好 不是因為沒有錢 不是因為物力為堅 好 不是 是洗腹 好 是洗腹 但是通常一般人 他過不了洗腹的生活 他覺得那個太苦 好 所以要怎麼樣感覺到快樂 就是浪費有時候是一種快樂 那如果浪費是一種快樂的話 那表示我們對於那個 那個感受是有很強烈的依賴 所謂奢華的感受 但是在這種環境底下 這些出家師父們 他們都放棄了高薪的生活 甚至於放棄了正常的 所謂家庭的生活 甚至於放棄了 這社會上的生活 他跑到大老遠 跑到深山裡面 來過這種辛苦的生活 好 那我們有居士看了之後 說師傅啊 這樣我們不敢出家的 那麼苦喔 好 那 那這個是苦嗎 後來這記者呢 參觀了他們這整個 寺院一整天的生活之後 就訪問他們 你覺得苦嗎 還要去問那些出家師父 你覺得苦嗎 而且你看靜坐的時候呢 是怎麼樣賞香版的呢 我們來看 好 好 點一下提醒我要打香版了 所以是用像武士刀的這種 砍下去的方式賞香版 好 那賞香版的人是懷著恭敬心 所以給他的一個問訊 被賞香版的人也是懷著一種感恩的心 所以呢也往前傾 所以我們就發現說這個這個過程中 並不是我看你不順眼所以我打你 那說我被你打你給我記住都不是 所以呢在這個過程其實都是在去除我香 好如果我們在這個修煉的過程中 沒有去除我香肯定任何一個環節一定起煩惱 那起煩惱的結果叫做再見不聯絡 是不是大爺早就走了 所以可是從早上的氣候的嚴寒 到洗臉的時候對於每一滴水都這麼的珍惜 乃至於到打坐的時候的奸香這麼的嚴格 如果在這個過程中有任何一個我值 任何一個執著那個感受那個舒服跟所謂的快樂 產生了錯誤的迷思跟錯誤的見解 你肯定受不了這樣子的生活 可是為什麼這一些人他們可以甘之如遺 而且自得其樂呢 表示他們對於瘦有另外一種感受 有另外一種體會 所以呢在座有些人有去體驗過這種道場的生活 那日本有一種流行他們那個大企業 像Toyota他們就會把那種大企業的新近人員 送到寺院去集訓 他們只要能夠過三天這種生活 一無所有的生活 那表示他們的那個韧性是足夠的 經得起考驗塑性是足夠的 這個人可以接受重大的任務 所以很多這種熬過去 後來就職一路這樣子晉升的過程中 的這些中高階層的人員呢 他們想到他們當初新近的時候 就被送到寺院去過這幾天的生活 都印象深刻 可是叫他們問他們還要不要再去 他們說 不可能再去 那是絕對不要再去 為什麼因為他沒有辦法去忍受 暫時的忍受可以 但是長期過那種生活 受不了 那麼我們就可以知道 其實真正 這個轉化 是要從內在中來轉化 而不是只有從外在 但外在也有用 但是內在我們的觀念上 徹底的轉化之後 你不管是在富貴中 你也能夠自在 在一無所有的情境中 你也能自在 所以這個其實根本的問題 來自於我們對受的看法 是不是 什麼叫做苦 什麼叫做樂 對運動員來講 他在鍛鍊他的身體的過程 別人覺得受不了的苦 他覺得那個叫鍛鍊 可是對於一般人來講 他可能最舒服的 就是不鍛鍊的狀態 躺在那邊最舒服 那可是到最後 真正有鍛鍊比較好 還是沒有鍛鍊比較好 那就要看 我們對於受的一種認知跟解讀 所以說有些人說 你看在苦難的時候 天將降大人與世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所以苦其心智 那苦其心智是苦還是鍛鍊呢 那就看你怎麼去認識 這樣子的困苦 所以我們說 要怎麼樣去看清楚這個受 佛陀講受即是空 那空即是受 因為雖然他是虚妄 可是他可以由我們去 去塑造 由我們去塑造我們的 所謂的快樂 也可以塑造我們的痛苦 也可以塑造我們所有的感受 所以受 它是這樣子的一個情境 那我們下禮拜呢 我們再把受想行事 亦復如是嘛 亦復如是就是都是空 但是空也沒有 沒有叫做什麼都沒有的空 空還是有很多種各種微妙的變化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這段時間 這個禮拜 可以把這個83頁 84頁 85頁 到 80 到89頁 這5頁 83頁到89頁 這7頁 可以看過一遍 因為他講講到最後 他先定義五蕴是什麼 然後再告訴我們 為什麼五蕴是空 然後呢 最後 五蕴是空 這造建五蕴皆空 它的意義其實就是在破我直 好破我直 然後提升我們的知見 到菩薩的法眼 所以這樣子我們來整個看喔 就會明白喔 到底這個心經它的重點在哪裡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我們來回向 願我無敵意 無危險 願我無精神的痛苦 願我無身體的痛苦 願我保持快樂 願我的父母親 我的導師 親戚和朋友 我的同修 無敵意 無危險 無精神的痛苦 無身體的痛苦 願他們保持快樂 願在這寺院的所有修長者 無敵意 無危險 無精神的痛苦 無身體的痛苦 願他們保持快樂 願在這寺院的比丘 比丘尼 沙咪沙咪尼 善男子善女人 無敵意 無危險 無精神的痛苦 無身體的痛苦 願他們保持快樂 願我們四字句的不施主 無敵意 無危險 無精神的痛苦 無身體的痛苦 願他們保持快樂 願我們的護法神 在這寺院的 在這住所的 在這範圍的 願所有的護法神 無敵意 無危險 無精神的痛苦 無身體的痛苦 願他們保持快樂 願一切眾生 一切活著的眾生 一切有形體的眾生 一切有名相的眾生 一切有身軀的眾生 所有聖者 所有非聖者 所有天神 所有人類 所有苦道中的眾生 無敵意 無危險 無精神的痛苦 無身體的痛苦 願他們保持快樂 願一切眾生 脫離痛苦 願他們不失去 正當途徑所獲取的一切 願他們依據個人 所造的因果而受生 上至最高的天眾 下至苦道中的眾生 在三界的眾生 所有在陸地生存的眾生 願他們無精神的痛苦 無敵意 願他們無身體的痛苦 無危險 上至最高的天眾 下至苦道中的眾生 在三界的眾生 所有在水中生存的眾生 願他們無精神的痛苦 無敵意 願他們無身體的痛苦 無危險 上至最高的天眾 下至苦道中的眾生 在三界的眾生 所有在空中生存的眾生 願他們無精神的痛苦 無敵意 願他們無身體的痛苦 無危險 回向功德 願此功德眾善根 累世冤心同彈恩 由私解脫諸苦惱 共振菩提度有情 品川 資助力